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中山北跟明珠西交叉口 我才剛上線 因為我今天比較晚出門 在家弄點東西 現在4點50分 那我昨天其實 有點跑超過 所以今天呢 我又可以悠閒的跑佛系的跑 今天我這個 1 2 3 4 第四 第四個行程 只剩 就只差9單就可以拿到燙牆了 所以那等於今天就是 順順的跑輕鬆的跑 把這9單跑出來之後 接下來大概就大挑單吧 挑那種就是短單 短單不聚 然後肥單不聚 遠單聚爛單聚 大概是這樣 沒有啦 順其自然跑怎麼會挑呢 大概就是真的是不行才挑 那其他大概就佛系接佛系跑 這樣 好啦那我要過馬路啦 廢話不多說 各位朋友 剛轉進天祥 如果接到一單 我的開市單 那Subway 老地方好朋友的單 不過這一單怪怪的 金額有點高 一百多塊錢 可能那個餐點數量比較多吧 不知道 我確定不是疊單 那就一單而已 那距離蠻近的 兩公里 這一單有點怪 大概被別人一直丟吧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先去取餐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台大院旁邊 那我剛剛就是送一單過來 這樣 那麼 呃 我很確定 我剛剛說的這單Subway 是被別人拒單拒狠 一直狂拒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到的時候 那客戶已經站到外面等我了 表示他非常的急著要拿到這一單 這一份餐點 喔 超搞笑的 看來今天 大家可能中午早早就把這個燙獎跑完了 然後就回家休息去了 大概是這樣子啦 我也不太知道 對啊 不然怎麼會這單等那麼久 欸 喔 那個金額一看就是被別人拒出來的啊 大概是這樣子啦 好啦 那我現在要再慢慢的騎回 老地方喔 看看有沒有單喔 這樣 反正今天我就佛系跑法 呵呵 啊 每天都佛系跑啦 這樣心態會比較好啦 心情比較輕鬆 喔 這樣子 希望大家也都 這個心情輕輕鬆鬆的跑 啊 比較愉快 這樣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 這哪裡啊 仁愛鹿林森囊路交叉口 沒錯 我接到第二單了 然後又被往中正區帶 喔 那系統非常喜歡我到中正區去闖一闖 那今天因為我的狀態就是 跑完九單就放生了 所以我就盡量不挑啦 這樣 所以我就接起來了 今天就到中正區去晃一晃也好啦 這樣子 去玩一玩 呵呵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寧波西街這邊 然後螺絲夫交叉口 剛剛送完手邊的那一單 那現在就在這邊等一等吧 我繞到外頭去 我要去買瓶水 然後就在這邊等 欸 這邊有Seven 我去Seven買瓶水 呵呵呵 好好笑喔 我剛才想說 五分鐘了 都沒有單 準備要走了 才剛拿起手機準備要講 然後錄影 結果單就來了 好啦 那我去領這個啦 南昌路 嘉義雞肉飯 各位朋友 我可能會回老地方 那因為我剛剛送那單到 廈門街給客戶之後呢 我在那附近轉了一下 有大概有 七個夥伴 六七位夥伴 你看 在附近蹲著 要等單 在那邊等單 這樣 那我看這個狀況有點不太妙 呵呵呵 看起來今天中正區的司機蠻多的 像這樣子 那我就先跑了 超搞笑 才準備要落跑 離開中正區 回到老地方 馬上就接到一單 哦 呵呵 好啦 那我現在要去取單 就在旁邊靜靜而已 好像說南路二段送 廈門街附近 好啦 趕快去取單啦 各位朋友 超搞笑 我剛來龍特利取單 結果才取完之後 他們很快就休息了 呵呵呵呵 看樣子這一單又是沒有人要接 哦這樣子 哦 然後盼到我來 這樣子 急急忙忙的 趕快把餐點給我 好好休息 呵呵 好啦 不囉嗦了 我要去送餐了 哦 各位朋友 呵呵呵 我越想越好笑 剛剛去龍特利取餐的時候 看到那個 店員用非常快的速度 把餐點推給我 然後 一臉如是重負的表情 我還覺得有點訝異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情嗎 雖然說我看這一單哦 距離並不遠 從仁愛路二段送到這個羅斯福路二段 這段距離其實蠻近的 因為我 長跑這一段嘛 呵呵 不能講長跑 前陣子一直在跑中正區 這一段我長跑 所以我知道距離 哦 不會很遠 不會很遠呢 然後這單呢 居然就是五十多塊錢 那代表就是怎麼樣 被加錢了 呵呵呵 哦 那時候我還以為就是 可能東西會很多啊 還在煩惱這樣 沒想到是 原來是一直被拒 呵呵呵 然後 那個電源就 電源就 讓我把餐取出來之後 用非常快的速度 關電門 呵呵呵 就是越想越好笑 真好玩 哇 各位朋友啊 大家都在跑UverEats 雖然說大家的那個想法都差不多 欸我燙槍抽完我就回家 但有時候真的是 呵呵呵 真的是 還是覺得就是 大家多少還是 就是 多跑一下啦 多跑一下這樣 不然越來越少人 點UverEats也是煩惱 對不對 啊 那 欸我快到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帶來 去南路99巷 呵呵 這個是什麼漢口間二段 叫大口對不對 剛送 手邊最後一單到武昌街這裡面來齁 然後肚子有點餓 然後就買了這個 蔥餡餅 還滿便宜的啦 五個六十塊 可以啦 就是暫時解一個雞嘛 那我現在是 打算在新門店這邊等五分鐘 現在是八點五十六分 等到九點 要是沒單的話 我就往老地方前進 或是往寧夏夜市前進 大概是這樣 好啦各位朋友 我在昆明街 我剛剛把 接到的那單送掉 也就是說 剛剛呢 我就是 錄個影這樣子 然後 一關掉手機 一停止錄影 馬上接到一單 馬上進一單 那我去取餐的時候 店家已經準備休息了 他那個店門都已經 關下來一半 今天不知道怎麼回事齁 今天我碰到都是這種的 大概是因為現在九點了吧 九點其實大家也差不多 很多店家應該都會 差不多這時候休息吧 可能是這樣 不曉得 好那一樣齁 我會在這個 這邊等個五分鐘吧 現在九點二 我等個五分鐘看看 然後看看怎麼樣 原則上我會繼續往前走一點 因為那邊有個雲端餐廳 我到那邊去等等看 各位朋友我剛剛想說 大概會沒單了 所以我本來要來買個水煎包吃 結果單就來了 水煎包都還沒買到 單就到 好了 去取餐 Sukia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鄰深北路上面 前面是市民大道 那我目前 是 9點34分 9點34分 我剛剛送一單到這個 唉唷 單又來了 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要下線 我看一下哈 南東山的KFC 可以接 好啦各位朋友我要去取餐啦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天津街 那我剛剛呢就是把那個 KFC的單把它送掉了 就送到這邊 其實近近的 其實剛剛我講錯的不是南京東山 是南京東 然後 KFC三店 這樣子 就在鄰深北麥當勞旁 然後收送過來 其實蠻近的 一下都送到了 所以現在也沒有 也沒很晚 9點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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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在這個 中山北跟這個南京東交叉口這邊 蹲一下 蹲個5分鐘就好啦 沒有單就閃人 應該也不是講蹲5分鐘啦 蹲到10點 蹲到10點好了 反正剩16分鐘就10點 這樣子 有單就有單 沒單就回家囉 各位朋友 我又在鄰深北路上 因為我剛剛又收到一單 送來這邊 這附近啦 那麼我已經下線了 因為呢9點58分 差2分鐘10點 我也不想撐了 今天跑了23趟 當然呢 就拿到最後一個行程的燙獎 15趟燙獎 又多跑了8趟 但是今天 今天沒有無縫 今天其實我在等 我的餐跟餐時間都會有落差 大概差不多3到5分鐘 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這個單量看起來就比較少 那我呢 就是佛系跑嘛 我想說反正 就是已經衝到那個 欸 不是喔 我 我算錯了 各位朋友 應該是23-9趟 因為我昨天已經跑了 跑到 幾趟了 所以我已經跑6趟了 那15趟-6等於9 這樣 15-6等於9 沒錯 所以23-9 等於 我看一下 14 所以等於我呢 就是又多跑14趟 這樣子 好 糾結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反正我就是跑了23趟 然後拿到了一個趟獎 那今天這個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今天沒有無縫 湯跟湯之間 就相差差不多3到5分鐘 那就感覺好像就沒有很連貫性 那這樣就是說 其實蠻多單 其實價格沒有很高 因為 非常短 行程很短 不過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反正我就是佛系送啦 佛系接佛系送 所以今天就跑這個樣子 當然這是我加上燙獎給的那個獎勵 然後才跑出這樣子而已 如果我是覺得 沒關係啦 可以啦 因為我 正確來講我差不多5點半 我好像是5點半才接到第一單 假如沒有記錯的話 4點5點5點 欸 應該是5點啦 5667 7889 90 535 所以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跑到實行300 呵呵呵 好啦沒有關係啦 燙獎加上去就有了 好啦廢話不多說 明天繼續 明天繼續 謝謝 謝謝 關 APPLAUSE 感谢观看